發一個條信息給農場主 講的就是他的父母 大概是在年初的時候出來了 就聽他 也相信爆料革命後來就出來了 他們就說假如沒出來的話 這次北京的洪災 他們一定是被淹死 因為他們的工廠 就是在那個騙區 被淹的騙區 按照他們的態度的話 他們是肯定不會出來 也想不到會出來 離開提前離開 那是鐵定必被淹死 所以非常感謝 他們非常感謝爆料革命 感謝國賢過去一直跟他們說 後來他們依然決定就出來了 所以這次錢沒丟掉 人也沒丟掉 那反過來我們說牆內的戰友 還是一樣的 就是有條件 有經濟生活能力的 我們還是建議大家能出來出來 是吧 因為你看現在國內這種情況 你接下來發生這種文革的這種事情 那是概率是很大的 你到那個時候 比如說你沒錢 你有錢 你也給你搜刮走了 更比如說錢 你命都能不能保得住 它不一定 是吧 如果說你是有錢 你是企業主啊 那你就更沒可能了 你看這一段時間 什麼醫療反腐 所謂的醫療反腐 目標這個兩萬億 他就來搜刮老百姓的錢嘛 當然我們說這些人錢也許是貪污 也許是腐敗 那都是以打在這名義 然後老百姓的錢 不管你錢是怎麼來的 你都在交回來 那小的企業家也是一樣的 一會收刮這個企業家 適應企業家的錢 一會有時候要扶持他們 這個政策變來變去 你根本搞不定 他們就是完全情緒化的 今天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明天不想幹什麼 想那麼幹又那麼幹去了 那你說怎麼可能 你做投資 在國內做投資 做企業它有安全感 你的人沒有安全感 錢沒有安全感 那但凡有條件呢 你就趕緊就出來了 這幾天不是陸修的 這移民中介都說 這個忙死了 基本上都是來自於 這個醫療行業 還有金融行業的 這些人要移民 然後條件就是無論去哪個國家 只要離開中國就可以 就現在意識到 實際上已經有點晚了 但是能出來 就是永遠都不吃 所以咱們戰友也是一樣的 如果說沒條件 出來獨立不了 生存不了的 那麼在國內就要注重這些安全 信息的安全 病毒的安全 疫苗 然後人生的安全等等 還要防這個水災什麼 還有病毒啊 等等這些方面 都要保存好 你能活著才行 你不活著 那滅公了也沒用嘛 對吧